法网孙孙 他亮出证件 于是女人打开防盗门 让他走了进去 吉米小姐 我是丹尼尔警官 女人点点头 把头斜靠在肩上 使她看起来像小鸟那样的 楚楚可爱 警官扫视房间四周 看见打开的抽屉 和只有装了一半衣服的皮箱 于是抬起头来 以询问般的神情问道 我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你在准备出门吗 是的 我希望今天晚上离开 警官皱了皱眉 他便不再说话 我希望你能提供帮助 他说着脸色便能明朗一些 是这样 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 也许你可以帮上我们 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要坐九点零九分的火车 哦 那么时间还多的是 这件事情不会花很长时间 最多半小时 女士把头歪向一边 我不懂 警官 我能怎么帮助你呢 你要知道 你可以帮助警方 同时也是帮助你自己 这事情和两星期之前 两个年轻女人 骗你的八千元有关 她的双眼 因为惊奇而争大 可是 你如何能 警官笑了笑说 不 你去报案的时候 我不在 我也没有读到那份报告 但是我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你 你到银行存了一笔 为数不小的钱 刚出门就有一位风度优雅的女子 向你走过来 她请求你原谅她的冒昧 她还说你看起来像个善良的人 所以才敢打扰你 她在城里那一带不熟悉 又遇上一桩难事 不知如何是好 她捡到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 不知怎么办 她环顾左右 拉你到一边 打开信封 瞄上一眼 让你看到里面的千元大钞 她说大概有一百二十张 也就是十二万元 简直是天文数字 女士粗鲁地大笑起来 警官 我怕我只认识二十人以下的钞票啊 警官眨了眨眼 那正是寄生虫们恼火的地方 他们总是精心挑选了那些 最丢不起巨款的人 他深深吸了口气 再吐出来 总之 那女人告诉你 她生了个残疾儿童什么的 他们正在谈的时候 出现了另外一位女子 她说 她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 愿意告诉你们 有关法律的问题 她打了一会儿电话 回来说 律师认为这种大笔现金 多半是黑社会歹徒的 假如捡到钱的女子交给警方的话 丢钱的歹徒是不敢去认领的 因为这样一来 她得向税务人员解释钱的来历 所以六个月后 那笔钱更不会回到捡钱的那个女子手里 因此根本没必要送到警局 律师还神秘地说 既然你们三个人知道这事 就得三人评分 唯一的条件是 每个人必须能够拿出证据 证明她已有现金 可以维持半年的生活费 不会急于动用这笔赃款 同时呢 通过律师的关系 把千元大钞换成小额钞票 那样的话 你在存款时 就不会引起银行的怀疑 两个女子都很高兴 你也是 你当然可以分得该分的四万元 另外两人很快 拿出他们可以维持六个月生活费的证明 捡到钱的那个 亮出一张保险公司的支票 他正要进城去领 另一个身边也刚好有卖掉他父亲 最近留给他的股票钱 现在就看你了 你转身回到银行 取出八千元现金 拿给他们看 他们点过后 就为你装进封套 再还给你 随后你们三个人一起走向律师办公室 一进入办公大楼 做律师工作的那个女子说 她的合伙人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最好不要给太多人知道 并说不要三个人一起进去 以免引人怀疑 第一个女子先走进电梯 然后是第二个女子 最后轮到你 只是当你到了三楼后 找到他们告诉你的房间号码时 根本没有什么律师 也再没有见到这两个女子 你简直要昏倒了 强迫自己看看封套里 果然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换了封套 你的八千元无影无踪 在你手里边的是一叠玩具钞票 或同样大小的白纸 最上面的是一张面额一元的钞票 警官看看吉米小姐 脸上挂着有气无力的微笑 慢慢摇着头说 我正是来办这件事 逮捕这些歹徒的 吉米小姐双手蒙着脸 你把这件事说得明明白白 使我觉得自己好笨 不敢相信 我竟会让他们骗得晕头转向 他放下双手 睁大眼睛 认真地说 可是 他们和你说的时候 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 你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这种结果 他笑了笑 是 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把戏的名字叫信任 他们赢得了你的信任 这些人都是最狡猾的人 你也不是头一个上当的人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很抱歉的是 可能你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声音严厉 眼睛注视着他 除非你帮助我们 我 我能做什么呢 我已经尽力了 我尽我所能 向你描述了 那两个女人的相貌 警官微笑着说 你现在可以做些 更实际的事情 我们已经找到 那两个女人 我们要你指认 他们的照片 他从衣袋中 取出两张照片 拿给她看 是不是这两个女人 女人突然勃然大怒 指着两张照片说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示意她冷静一下 但是他紧张 而又兴奋地发抖 这件事情还历历在目 虽然我丢不起钱 但最糟的 还不是钱的问题 最糟的是 我觉得自己真的好笨啊 他无所掩饰地盯着他 我看封套里面 满满的钞票 但想不到 竟是玩具钞票 他们把我看成笨蛋 背后肯定是又骂 又笑我 笨驴想吃草 而我自己 现在倒觉得自己 真势头笨驴 好了 吉米小姐 这也是你向他们 报复的机会 你既可以帮助我们 把他们绳之以法 就可以拿回你的钱 和自尊 女人咒着眉问 那我怎么帮你们 这就对了 吉米小姐 是这样的 警官目光犀利地看着他 你记不记得你那天存款的时候是哪一位出难员 女人想了想 然后点点头说 记得 她续着八字胡 留着金色长发 好 太好了 我们相信那两个女子和出难员是同谋 她在发现一个可以欺骗的人时 就发出信号 理应外合 所以你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他 我具体该做些什么呢 警官微笑着 好的 但我们得请你耐心一点 小姐 我们和你一样急于抓到这些混蛋 我们准备这样做 你回到那家银行 到同一个窗口 提出你的大部分余款 提现金 那么他就得小心数几遍 这样 钞票上就会留有他的指纹 请你要求他给新钞 那样指纹会更加清晰 你则戴手套 我也戴 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 这一次 我们会派另一个警探 去盯住出纳 我们要一网打尽 我会在外面等候 给你局里的公款 以交换出那位出纳员摸过的新钞 我们需要那些钞票作为证据 但你不需要做出庭这些麻烦事 然后在我们逮捕他们之后 如果运气不错的话 会把你损失的钱给追回来 老实说 他们很可能已经花掉了一部分 那些人拿到的又不是血汗钱 他们会开始挥霍 不过好歹总能追回一点 那好吧 什么都好说 我没有意见 警官敏捷地站了起来 那么我们开始出发吧 早点出发 早点结束 我们开车送你到银行 然后会有另一位警官送你回家 你可以继续收拾行李 不耽误你赶9点09分的火车 女人突然慌乱起来 指着自己的衣服说 可是我还得换换衣服 找找存折 当然 请先自便吧 女人离开房间时说 嘿 我这人真差劲 太丢人了 我父母教导我带人要有礼貌 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你先请坐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 请你喝咖啡 是送荣的 请不要介意 当然不介意 警官说 他花了好一会儿 才把咖啡端出来 警官喝了一口 对着离开房间的女主人 做个鬼脸 不想服了他的美意 而失去他答应合作的机会 等了好长时间 他台湾看了一下手表 表走得好慢好慢 他在收拾什么东西 用这么长时间 他的两眼开始发色 想睡觉 他猛的抬头看了一眼 但是头部渐渐沉重 居然垂到了胸前 心砰砰急跳 而且自己听得特别清楚 两腿无力 动弹不得 除了沉重的眼睛外 全身都没法移动 他在咖啡里放了什么 当他在勉强睁开眼睛时 女人正站着瞧着他 现在警官 要不要我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回事 你和那两个女子是一伙的 他们先骗了笨蛋 尽可能骗走他的钱 然后过些天你再来假装成警察 你告诉那个受骗上当的人 你已经有两个女子的线索 需要受骗人出面帮忙 套住那位银行出纳同案犯 当然根本没有什么出纳同案犯 你只是要他领出他剩余的一部分钱 然后再以玩具钞票调换 我知道你是个冒牌货 因为你要找的是我妹妹 而我的妹妹并没有报案 我一直感觉有负罪感 因为几年前我也上过同样的当 我很羞愧不好意思告诉我妹妹 如果我告诉了她 可能会救她一命 至少她不会羞愧的没脸去报案 她也不想让我知道 不过在她弥留之际 我才知道她疑病不起的原因 我听说她病重 急急赶到这里来看她 才知道妹妹因为被骗抑郁而死 现在我也被卷入这个事情里来 很抱歉也包括你 说到这里她走进厨房 拿出一条晒衣服的绳子来 我想真正的警察会有几项罪名 送给你们三个 那两个女子的照片 可以帮助警方找到他们 你自己是否有钱磕 或者是个通缉犯 她眨了眨眼 那正显示了她的弱点 等于默认 女人满意地点点头 还有你冒充警察 单这一条就能关你一阵子 你是罪有应得 她拿着晒衣绳说 我得出去打电话报警了 在警察到来之前 不能让你逃掉 说着她用力拉了几下晒衣绳 给男子看看绳子结不结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